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在香港备战失联赛的比赛情况 那目前中国女排正在积极的备战 明天将会举行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让中国女排正式亮相 跟记者去谈论一些关于这个6月13号 中国队与加拿大队的一些比赛情况 那中国女排在这一战的对手实力并不是特别的强 像加拿大队和保加利亚队在世界女排联赛里边 都是属于那种进不了前八甚至要保级的球队 而意大利队和波兰队尽管实力方面是比较强的 但这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力缺席 尤其是意大利队这边更是派出了一个二队来 只来了两名主力球员 所以说中国队能够延续第一场比赛良好的状态的话 应该是可以取得一个四联盛的战绩 届时不出意外中国女排将会登上 是联赛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目前中国队虽然是取得了四联盛的成绩 但是在小分上落后于排名榜首的波兰队 那么在今天 中国女排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当天晚上 中国女排的现场将会迎来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那就是目前香港保安局的局长邓炳强先生 那他已经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贴出了这两天与中国女排 像袁新月包括所有队员拍的一些合影照片 并且在这条动态底下留言表示 将会在6月13号的晚上清零现场为中国女排加油 同时他还会带来保安局年轻计划的一些参与者 一些年轻人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他同时表示这也是2019年以来 香港的红堪体育馆再次迎来世界女排的高级赛事 我们知道以前的这种叫女排大奖赛 香港是经常去举办这样的比赛的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 四年的时间里边 香港没有举行过任何一项女排姓氏的国际赛事 这一次是首次举行 而就迎来了中国女排 他也是非常的兴奋 我知道邓炳强是1965年出生 然后在1987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 加入了香港警队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在邓炳强52岁的时候 迎来了他的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2017年邓炳强成为了高级助理警务处长 2018年成为了警务处的副处长 2019年成为了警务处的处长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随后一年 更是成为了保安局的局长 那我们知道香港的警局 包括消防局等各个部门 全部隶属于保安局主管 也就是说 邓炳强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 一步步成为了香港六大部门的长官之一 而且保安局是香港六大部门里边 最为出风头的一个部门 应该说因为香港警局就隶属于保安局的 同时的话呢 他也已经成为了下一届香港特首的候选人之一 已经进入到这个候选名单了 可以说目前是风光无限 极有可能会在60岁之前成为香港特首 达到他这个官场生涯的巅峰 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资深的这个排球迷 在大学时期 包括在警队里边是经常参与这种校园和警队内部 保安局内部的一些排球比赛 当然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 可能也打不了这种排球比赛了 但是对于排球比赛的热情依然是非常的关注 相信有了这位重量级嘉宾的道场 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那么他们当天的比赛也会更加的有士气 感谢观看